刚才吴飞就是讲了这儿 类是对对象的抽象 这有疑问了吗 没有了 是根据N多个对象 找出象的部分 是不是提取了类 然后你再把这些类 找出象的部分 提取出什么 负类 是不是这么来的 然后呢 使用的观念字 继承使用的观念字 叫一个词 TES扩展 子类扩展了负类的属性 以及方法 然后不同的叫法 我们的负类也叫做 负类也叫做超类 负类积类 子类也叫做什么 派生类 那然后现在 在这块它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图 你看一下 它们之间是这样继承的 说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 都继承了动物 有问题吗 没有 因为哺乳动物 一直个动物 爬行动物一直个动物 是不是 然后谁呢 蛇是爬行动物 鳄鱼是爬行动物 对吧 那这个是不是 也是一个继承关系 说哺乳动物 猫狗人 都属于哺乳动物 人也属于动物 是高级动物 这是不是继承关系 那然后你说 哎猫狗人 有什么相似的东西吗 猫狗人能提取出啥呀 猫狗人 五官呢 五官 都有五官吗 哎 说猫没有 猫和狗没有手 人家猫和狗不就是爪子 手不是爪子吗 那它可比你跑快 来 然后现在看一下啊 看一下 现在开始独代码了 独代码了 它这个前面 它这块写的是眼睛 姓名叫无名 这是动物吧 然后呢 动物都会有一个吃的方法 是不是 然后这是哺乳动物 继承子动物 然后哺乳动物 这块有一个什么 小动物去吃呢 是不是 然后紧接 它在这创建的是谁 创建的是 哺乳动物的泪 然后钓用了两个方法 对吗 钓了哺乳的方法 以及吃的方法 你说会输出什么 会输出小动物吃奶和动物王吃东西 是不是 这段代码写的不好 这段代码写的为什么不好 因为它的命名太恶心了 我们阿里巴巴的命名规范当中 严格要求 仅值使用 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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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现在再看一下说 讲了一节课的继承 为什么要使用继承 说通过继承可以简化类的定义 实现代码重用 这个好理解不 好理解 因为副类的当中东西 子类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 对吧 那我一个有一个副类 有十个子类 写在副类当中代码写一遍 十个子类都可以用 代码复用了吧 然后紧张 子类能够继承副类的成员变量 成员方法 公共的是能够直接继承过来的 但是私有的你看不到 继承过来没 继承过来了 但是你看不到 就你爹的架照 你能看不能用 是不是这样 没有为什么 继承过来了 看不到 当时咱们会学一个叫反射的时候 通过反射 咱们再去看副类的成员去 然后告诉你说 子类是不能继承副类的构造方法 问为什么 子类为什么不能继承副类的构造方法 子类为什么不能继承副类的构造方法 因为 因为构造方法要求类 要求方法名与类名同名 你子类当中的构造方法 你比如说 我student的类当中的构造方法 那名称只能叫什么 student 而副类当中的构造方法名 只能叫什么 father 或者叫person 是不是 所以是构造方法是不能继承的 但是子类可以调用副类的构造方法 使用什么调用 super 刚才不是子类使用我们的一个super关键字 去调用了副类的构造方法吗 是不是 哪个是不是使用super去调用的 你是不能继承副类的构造方法的 但是你可以使用super关键字 需要调用构造方法 调用副类的构造方法 然后告诉你在渣渣当中的类 渣渣当中的类是单继承 是不是就继承的单根项 说为什么不采用多继承 因为多继承会引起混乱 就是一个人有多个父母亲 多么混乱的时间呀 本来想使用继承干什么 本来想使用继承实现代码的附用性 是不是简化书写的 但你要是多继承的话 你就复杂性了 类和类之间的关系就太混乱了 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 所以这块是单继承 然后说渣渣当中有没有多继承的 有接口是多继承的 最后一句话 如果定义一个类时 没有调用existence 那这个类就继承了object的 谁没有写existence person 找person person有写object了吗 person有没有写什么existence 没有写person的附类就是object的 那你看到这个构造方法 我都没给你删 这是啥 调用直接附类object的类中的什么 它调用的直接附类object的类中的 无仓构造方法 那这个呢 调用附类的无仓构造方法 空的调无仓构造方法 不调行不行 不调行不行 不调可以 他默认调用 也就是说 在创建子类对象的时候 一定会调用附类的构造方法 先来给你画一个图 等会儿 我不是创建 我应该创建student了是吧 我这是个测试 这是个创建student的对象 把下面这先都注视了 创建student的对象 然后紧接着在这加断点 这是加断点了 加断点 然后找虫子 开始调试 现在是程序执行到这一块执行了吗 没有 没有的话 然后现在看看 它一定是先执行等号右侧对吧 它一定先执行等号右侧 那怎么执行等号右侧 按F5 哪去了 F5呢 这呢 进入方法内部直销 进这来了 这是啥 看清楚了吗 load class 是不是加载类 然后紧接再按F5 有没有进入到student的构造方法当中了 有 是不是 进入到student构造方法当中了 是不是使用subra 又去调用foolage去了 那subra调用负类的带餐构造方法 那然后你看 是不是到这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是不是就到subra了 subra会到哪里去 subra会调object当中的构造方法 subra会调用gerson的负类object的构造方法去 然后object的无餐构造方法里没有写东西 object的构造方法里没有写东西 所以他会执行 执行完复类吧 复类的构造方法是不是执行完毕了 说明谁 说明subra执行完了 说明subra执行完了 然后加上给学号复制 这个时候student的是不是执行完了 那student的执行完地址产生了吧 地址产生了 附给stu对象 stu是不是在内存当中出来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对象才创建完潮 所以那构造方法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当创建子类对象的时候 构造方法是怎么执行的 这是咱们是不是创建student的对象 所以你写的是 nil student 然后里面传的是啥呀 上下1001张三男20 这块我就写四个参数吧 第一个参数叫namo 第二个参数叫 第一个参数叫学号 第二个叫namo sags还有age 你这是不是传了四个十三 是不是 然后他去调用谁去了 他发现在这个当中 你是不是写super了 你写super他会调用谁 他会调用的是 person当中的 name sex age 这个构造方法 但是我前面写new了吗 没有 这是你调用的 你使用了什么 你使用super传入的 name sex name sex age 这是你使用super传入的 他会直接调用 他直接附来的构造方法去 然后你在你附来的这个构造方法当中 你又写什么了 你在你附来的这个构造方法当中 你是不是写了一个关键字 叫做super小括号 你是不是写的叫super小括号 他去调谁 他去调object的 他去调object的无参构造方法 是不是 然后object当中的无参构造方法是咋写的呀 object没有提供无参构造 默认 object的类没有提供无参构造 这些构造方法 按住control键 按住control键去打开圆码 然后你看一下 这叫做静态代码块吧 然后在object的这个类当中 按住去找这些outland window有个叫做show wheel 有个叫outland 这个是object当中的所有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 没点着啊 再点一下 你就是把电脑点坏了 它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object根本就没有手动添加构造方法 所以系统会为object提供一个默认无参构造 所以那object当中的object当中有这个无参构造方法吗 没有手动编写吧 没有手动编写 那没有手动编写是谁的 系统默认什么 系统默认提供的无参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到object就是老祖宗这了 到object就是老祖宗这了 这就是根了 掉到根是吧 没有地方掉了 没有地方掉了 开始回来 开始往回走 这个叫执行 他会先执行object当中的构造方法 发现没内容 没内容他会执行person的构造方法 是不是给这三个属性负责 给这三个属性负责 负完值之后 这个三个参数的构造方法执行完毕 对不对 执行完毕 再回头执行student的构造方法 student的构造方法执行完毕 把地址产生了吧 把地址付给stu对象 这个是什么 这个黑色的叫做调用顺序 这个黑色的是调用顺序 然后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执行顺序 也就是说他会 子类去找负类的构造方法 负类再往上掉 一直掉到哪里 从objet的再一次往回执行 知道这个概念了吗 调用顺序和执行顺序是相反的 第一个调用的一定是最后执行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创建子类对象时 构造方 构造方法的执行顺序 是不是啊 这个是创建子类对象的时候的构造方法执行顺序 一定是先执行负类的 最后再去执行谁 此类的 那这个执行顺序没有问题了吧 好了 那然后紧接着再看一下什么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是不是一直说到object这儿了 对吧 一直会掉到什么程度 掉到object这儿 没的掉了 从object再一次往回执行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然后呢 今天上午就讲到这儿 剩下时间 这十分钟我估计肯定不够 不是练习时间不够吧 现在剩下时间给你到十二点十分 都是练习 练习啥 就练习这个东西 练习什么 练习的代码在这儿 副类person 然后子类谁 student 以及teacher 是不是啊 这是一负二子的 把这个一定要练明白 听清楚了吗 剩下时间你就研究这三段代码 研究这三段代码 然后这三段代码写完了 这三段代码的测试在这里 问一句 问完这句就开始练习 问几个类 四个 一负二子一测试 来去下笔记去 小黃色是什么 3 du子一般 嗨 7 跟僕 四个